今天是11月27号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多 A股出现了一个非常讽刺的走势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参与的是摆交所 那么我告诉你 你感觉就在流市 而且是大流市 但是你参与的是什么 深圳是上证 还是这个创业版 感觉这几天的行情就像是股灾 感觉你的票就天天在跌 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 那么这种行情形成了一个蹊跷板的走势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还有接下来权重题材到底该怎么选呢 有人跟我说 额阳先生摆交所我开通了 但是就是不敢买 不敢买的话天天涨天天涨 我持有的票又天天跌天天跌 我到底要不要割掉权重板块 去追高摆交所呢 但是这些问题 我们就盘面做一个分析 如果大家对盘面把握不住了 看不住了 仔细听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视频当中讲的这些技术 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 物作为依据 其实今天包括上个星期 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什么 北交所暴涨 大家看今天北镇武林在早盘时 一度涨幅达到了12个多点 接近13个点 今天又是一个大整的状态 对吧 但目前来说涨幅是7个点上下 整体来说 今天收出了一个长长的上影线 我在昨天前天跟大家讲过 北交所这个位置为什么会长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对不对 就是一个什么纯粹的炒作 纯粹炒作 为什么 因为这个北交所 它没有融券做空砸盘 对不对 所以在侯月之间在这里 是吧 胆子比较大 反正不担心大股东 融券砸盘 所以这里迎来了一个什么 短线的一个炒作 但我觉得炒作完结束后 怎么上去了 说不定怎么又回来了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资金获利 但是我们的散户朋友们 却没有这个权限 所以这是中国股市一个最大的讽刺 按理说这个市场上 是吧 表现最多的 或者说参与最多的是散户 但是每一次有利的事件 每一次有机会赚钱的事件 散户几乎都是什么 最弱势的一个群体 对不对 好了 我们散户没有的权限 你只能在创业板 深圳上阵里面去参与 可是你发现没有 你看上阵的走速属于一个震荡 再看一下创业板 创业板的话 走势也是属于一个什么 也是属于一个震荡走低的过程 而且它其实还是空头状态 那么在这种环境下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对吧 这里回到刚才开始的问题 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现在我开通了什么 北交所的权限 但是我就是不敢 看他天天涨30米 天天涨30米 我就是不敢 结果我没买 我看到片涨了一倍有多了 但是我吃一个片 天天在跌 跌着我什么烦死的 我到底该怎么办 大家是不是也懂这个想法 也是有这种什么 也有这种预期 但我想告诉你 不要急 不要慌 要防 你看人家已经涨了 是吧 天天涨 天天涨 已经涨了一倍 你再去追高 明显的就是高费接盘 那么你在主板也好 在创业板也好 至少在这个位置 它是属于一个相对的低位 就算亏损 你也不会亏损太多了 对吧 但如果你去北交所 去追高的话 那你想一旦亏损的话 你的幅度是不是很大 所以我强调很多次 你没有短线能力的 没有短线能力的 你就不要去追高 如果你有短线能力 你是属于做超短 这一块的 那么你就必须去参与什么 资金的炒作 这个没有什么不可说的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重点看一下 就是说 当下的A国 我觉得就是一个七销板 白杰索炒作以后 它还是会回到什么 还是会回到主板这一块 所以大家要注意 趁这个机会 趁竹马的调整 是吧 做一个第一锡的机会 你比如说 市场阵 目前跌幅是什么 不多 跌了14个点 在3026这个位置 你会发现今天涨到900多年 跌了1200多年 涨到比跌的稍微的是少了一点点 整体来说并没有出现恐慌 所以这里的走势 我觉得反而是什么 是一个好事 是给了大家一个低一锡的机会 那么接下来的机会在哪里 我觉得接下来的机会 应该是在注意的重点上面 权重上面 我觉得大盘在这里很差很差了 如果说要想发动进攻的话 应该要什么 要发动权重股的拉伤 只要权重股拉起来了 那么指数稳住了 它才会活跃 它才会什么 才会有机会继续什么进攻 所以就像前段时间炒垃圾股 你看 现在看一下后排的垃圾股 是什么 满平的大跌 满平的跌行 有些垃圾股 可以说从高位跌下来 跌到你看不懂 当然如果仔细看 有些高位股 是不是出现连续的大跌 连续的下措 如果你在高位追进去 你想想 你亏损是不是很大 对不对 这里再一次的给大家提醒 就是说高位票 尤其是涨了一倍有多的 这些票 不要盲目的再去追高了 追错 顶出了你的风险 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你看下这些经济大跌 是不是几乎都是高位票 你像这种票的话 如果你在高位去追高去顶的话 两三天的时间损失惨重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 接下来 如果说全中板块要发力的话 重点在哪里 一个是大金融方向 一个是什么 是中资头方向 那为什么中资头也要留意的 大家可能会发现在本周 就是开此之前 上周 就是周末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高层 把上证50的指数 他调整了一下 那么调整了几字票出来 又调入了几字票 但是调入了几字票 几乎都是中资头 说明什么 说明了这个中资头 可能会有一个稳大盘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中资头在这里 他所谓的业绩的回升 他可能会什么 迎来一个新的反弹行情稳指数 就是说把中资头头冲进去的话 就是为了怎么 稳住大盘的指数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中资头在接下来行情当中 大家是在注意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它本身你看在这个位置 它也是属于大盘什么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位置 我觉得在这个位置 发动中资头 你那个反弹也是可以的 但是中资头也存在问题 因为中资头在去年炒作过一波对吧 当时提出的是一个中透孤的一个概念 现在你看中资头的话 在这里它有反弹预期 但是想要大涨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来 互盘的 所以朋友们在接下来行情当中 中资头是不要轻易盲目的去顶的 尤其是在近期中资头分化也是比较严重的 你看涨幅居前来 涨幅20多个点89个点的也有 但是跌幅居前的跌期8个点也有 其实这里就是一个明显的分化 再次来提醒大家 这些前期出现一动大涨的 就不要盲目去追上 你看像中期出版这种是属于传媒的 对吧 还有这个宗教地产所谓地产的 所以这里在操作上面 尤其是追高这一块 是存在比较大的风险的 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在前排的这个中资头共资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特点 但是这里提醒大家要防 防一个方向什么方向 中资头里面的军工系 中资头里面的军工系 这个是接下来中资头里面 我觉得大家需要特别注意和重视的 为什么 大家可能发现我们的周边现在不太平静 是吧 明北那边战火现在是有点点失态 会不会烧到我们的边境 不好说 另外一个我们的周边也是不太平静 所以中资头里面的一些 比如说军工系的 我觉得还是存在机会的 大家看一下中传系 大家看中传系的话 在近期走势 是不是出现一个明显的什么 一个调整震荡 但是我觉得这里感觉就是 跌不下来了 对不对 你看这里是前期底底 感觉跌不下来了 那么这里随时都有可能 应该超跌反弹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中传系在这个位置的话 尤其是一些票的话 它出去期晚了 我们更应该重视 这个方向的票不是很多 就那么几支票 12支票 对不对 所以选股就没啥选择 你就选一些是吧 前些人机票回台到位的 我们就做个天赋就好 后期反弹拉高的话 我们就可以获利了 所以这相对来说 这个写远择的信就小很多了 对不对 选择中传系的话 你会什么会轻松很多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中传系里面还有一些 就是比如说科技类的 也是需要注意的 也是需要留意的 重点留意的是什么 是留意的是中传系里面的 卫星导航系 5G 6G这一块 当然这些也是叠加起来 刚好也是叠加军工 所以这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和重视的 所以中字头这里不要盲目的再去杀跌了 好 除了中字头之外 群众板块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大金融了 大金融主要是银行正确这一块 但是银行你看近期走势是非常之弱的 银行整体走势非常弱 你看这种银行对吧 出现一个连续的一个调整 你看这种走势 你看你敢买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纠结 没有怕的位置 直接在这个位置去什么 去做一个低息博弈就好 银行板块这个位置 它就是一个低点 甚至是属于什么 金陵兰的一个什么 一个比较好的上头位置 这里只要你去潜伏 后面反弹拉根浪 我们就可以互联 到尾强家了很多事 银行在这个位置 你潜伏没有关系 但是你最多还是保持一定的理性 另外一个银行的话 它想要大涨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你想着哎呀 我买银行就大涨了 我就赚大钱了 这个是不太靠谱的 从个股我们也可以发现 它的波动几乎是很小很小的 对不对 你看银行板块个股的话 几乎是很小的 你今天有几只红旁的 当时涨的最多 才涨了0.74% 就是你看后盘的 跌最多的也是跌了2.2% 所以银行板块整体 就是一个小幅度的震荡 操作起来没啥说的 想稳的求稳的 去参与国有大银行 四大行这种类型 想要什么短期获利比较大的 那么你去驳次新银行 上次时间不久的这些小银行 所以这里看你怎么选 好 除了银行之外 重重跌就是证券 证券又跌了 而且跌了大家 心里都没底了 对吧 以后你看证券 60线线都跌破了 我前期一直讲 我一直讲 我说这叫什么 强制车位 比如说30线 比如说60线 可以低吸 可以上车 对吧 结果你看这里30线跌破了 60线也跌破了 那么大家心里就没底了 到底该怎么做 其实我觉得也没必要纠结 没必要担心 整体的走势 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做一个低吸就好 做个潜伏就好 什么意思 就是他杀下来了 反应是好事 我们低吸的 我们潜伏了 后面空间就起来了 你指甲不追高 后面来一个反弹 随时都有可能突破 这个位置的证券 你还去杀这的话 那是什么 我觉得有一点点是什么 做反截的一个状态 反截动的一个状态 那问题呢 证券到底该怎么选 对吧 证券屏要 你看今天涨幅 红旁的这4个票 花心花创 郭联花林 这几个 但是其他票表现都不是特别好 可是你会发现 今天感觉这个证券 又有一个特点回来了 是吧 涨幅就先接工什么 小票 是不是 又回到前面的小票了 为什么小票今天表现比较好 就是说本来还是这个市场什么 缺钱 就是缺钱 那么为什么会缺钱 大家都知道什么 与RPU出的太多了 另外一个本身这个存量资金 也就是用活跃资金去朝白交所的 所以说只能去忙忙小票 你看今天在华欣 他下午突几个拉伸 把整个盘面拉了一下 但是你看他早是 是不是 连续的调整后 连续调整后 他已经快逼近了前期的低点附近 那么像这种低点附近 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博弈 可以给中的点位 对不对 像这种位置的话 你想想 他的空间潜力是不是自由的 另外一个你看一下 这个证券里面的 除了这种类型的票之外 还有就是像 华创云信国联这种 我觉得就是一个属于超跌反弹 就是属于一个超跌反弹 所以大家只要不追高 但是低位去潜伏去博弈 我觉得都没问题 后面反弹了一拉高了 我们就可以获利了 这个时候你再去割入的话 明显的不靠谱 提醒大家重点留意的是什么 是有并购重组预期的一些票 这票后面一旦出去反弹了 或者说一旦出去立好了 可能会迎来一个短期的暴涨 之所以大盘在这个样子 主要还是源于什么 证券股里面的一些近期人期股的压制发跌 你看方正 锦龙 中金这些压制 其实方正是怎么跌的 那大家都知道 大股龙在这个位套现 套现在什么接近7个亿的一样子 对不对 还有就是你看锦龙 简直我觉得就是一个超低反弹 也没关系 一个正常调整 还有你像中金主要是什么 有限锁股的解信 今天是处于一个抵开的一个状态 整体来说它量能并没有放出来 量能并没有放出来 说明在这个位置什么 资金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出逃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还是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我觉得后期空间潜力还是有的 另外一个我们来看 整个的证券板块位置是比较低的 所以大家是潜伏可以低息的日子 除了这两个权重之外 其他的权重板块表现只能说 一般 当然与之配套的大金融方向 比如说保险 也可以短期留意一下 对不对 大家看保险板块在这个位置 虽然说也是出现下跌的 但是我觉得它的位置也是非常的低的 毕竟前期的低点附近了 对不对 毕竟前期的低点 这里的话 它也是存在反弹预期的 但是相比起来 保险的走势就比证券还弱的很多 所以我觉得反而证券的什么 这个预期比它更强烈 证券的波动可能比它更大 看你怎么选 如果你实在想去上去大金融了 我觉得大家还是重点留意一下 这个证券这一块 毕竟它有预期波动又大 对不对 还有就是除了大金融与中投方向的权重之外 其他那些权重 目前来说还难以什么 对大盘形成一个支撑 比如说房地产 这个就有点可能 对不对 房地产它其实也是属于一个什么 属于权重方向 但是你发现没有 在周五出现跳水后 今天再次重新杀跌 这是周五的一个走势 冲高后跳水 冲高回落 对吧 今天是直接低开地脚 冲进一个杀跌 所以这里再次给大家提一个写 什么写 房地产板块 放出再多的利好 大家也不能盲目去追高 也不能盲目去紧 为什么 大家心里都清楚 我们的房地产全是存在很多的问题 现在只有下坡路 那么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利好 说白就是什么 就是高层为了拯救我们的房市 做出了一些政策调整 那么这里调整是什么 它只有一个字救 它只是想救命 但并不是说想要你什么 再次暴涨 所以它只是想把房企稳住 把房地产慢慢的救起来 慢慢的爬起来 是吧 但并不是要你的房价继续大涨 以后什么 房子继续大面积的去什么 去基建 这个不靠谱 所以朋友们 房地产板块 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只不过是短期的一个刺激 短期的一个政策利好 所以它就是一个稳大黄的指数 比如说稳指数的一个动作 那么去追高 你会站稿了 就这么回事 是不是 你看你在这追高了 是不是速度是常动 再介绍是大家要注意的 从当下的盘面来看 埃古确实是让散户最难熬的 最无语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好的心态 潜伏一些到位的 不要再轻易的去追高了 好 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介绍